后里的后纵高中跟台中启明学校 两校只有一强之隔 四年前合作推动大手牵小手活动 让两个来自不同学校的孩子 透过一条陪跑绳一起跑步运动 不但让校内没有操场的启明学校学生 有安全的跑步环境 更带给孩子们最好的生命教育 启明学校的孩子在操场边认真暖身 与后纵高中的学生一同拉起陪跑绳 两校学子一起跑步活络筋骨 启明学校因为校内没有大型操场 四年前与隔壁的后纵高中 开始了每周一天的大手牵小手陪跑活动 让长期住校的启明学生们 到后纵操场运动输压 同时还能够结交新朋友 就觉得他们都很活泼开朗 然后就是个性都很好 然后就很聊得来 就是拿一个绳子 然后就牵手 然后就这样子拉 拉着他们一起跑 有时候是他们带着我们跑 永圈神牵手我们的跑步走的时候 要快撞到人的时候 他会提醒我们不让我们撞到人 在四年前 在两校师生的安排 用每个星期二的早上 由厚重高中的同学 和启明学校的孩子 我们所牵手 在校园里面跑步走动 我想借用这个机会增进两校师生的情谊 往前两步 后纵任武社学员在台前教起分解动作 台下学生细心带领视障生的每一个舞步 除了陪跑运动 两校还延伸出跳舞的韵力活动 在历经最初具体障碍的挫败后 也渐渐开始培育出视障生们对跳舞的兴趣 上台带头跳起妖怪手标舞 也丝毫不会输热舞社同学 跟一般社员比较不一样 就是可能社员可能是 可以就是用看的就看到 可是他们就看不到 所以可能就是要特别说 可能哪边要动啊 右手放哪里什么的 因为平常比较有少机会接触到舞蹈 然后就利用这个机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学校表示 后纵与启明只有一墙之隔 透过陪跑的大手牵小手活动 展开了资源共享的交流 给予两校学子最好的生命教育 学习尊重与体贴与自己不同的人 也透过同才互动 创造不一样的学习机会 记者林轩 台中早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